然后呢,那我们就欢迎Joy和Hope两位老师 今天呢,我们两位老师带来的是这个职场踩坑吐槽大会 那么由,那现在我就把这个话筒交给Joy和Hope两位老师 好的,感谢Chris,我来share一下我的screen 好的 希望大家能看到 Yeah,可以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的 Joy,你来吧 好,没问题,我看已经有很多朋友加入我们了 大概已经有80多人 特别开心能够看到很多老朋友 也看到一些新的名字 看不到脸,所以不太知道哪些是认识的,哪些不是没有见过的 我这个有点要见脸 如果你们愿意打开视频,欢迎 我们很喜欢interaction 所以,do what works for you 今年其实那个上一次我们上个月其实我们有过一次职场规划策略,很有幸邀请到Linda,我们的Alumni和Hope,还有我自己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职场规划的一个分享通过这个LongView 今天呢,其实在上次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在讨论的时候 好多人就提过了,说哎呀,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些以前做过哪些觉得是属于踩过的坑啊,我们都可以学习一下,有则改之 无则这个借此学习一下,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说,哎呀,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踩坑吐槽大会啊 然后我觉得我们其实自己也挺兴奋的可以reflect一下,也很想听听每一个人有哪些自己的经历 还有同样的坑,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方式来学习,然后可以每个人所用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分享的人,还是听的人,还是在思考的人 甚至你们可以回去之后跟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去分享 我想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到下一个,其实我们很想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个就是今天晚上刚刚发生的 我和Hope刚刚参加了UC Berkeley School Information的一个event 他们在,就是说在表扬我们这些outstanding mentor Hope和我,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Mentor他们的这个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的学生 他们都是在UC Berkeley毕业的学生,然后他们在参加这个成人 他们已经是在工作了,然后还在UC Berkeley上学参加他这个program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pay it forward 以这种更formal的形式来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也很excited,feel honored Hope,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感言? 对,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就像Joy说的,我们自己有一些经验 可以去pay back,pay forward to the community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和其他的几个senior leaders做了一个negotiation的pinal 所以很多人他并不是特别擅长negotiate 而且这个negotiation它是一个lifelong的learning journey,对吧 所以我们也都一直在学,我觉得那个panel当时也提供了不少的value 他们很有幸能够听到你的negotiation 然后就在webinar开始之前的几分钟 我看到我的mentor其实在linkin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感谢信 所以我还没有看完呢 等结束之后继续去看,也欢迎大家 等我们结束之后你继续去看 然后可能兴奋的教育寻找 好,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那我就简短的,对,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介绍呢分三条线 最上边呢是career的这个线 然后中间呢是人生的线 最底下呢是这个社会义工的线 那如果你看上面呢 这个曲线基本上是在上升哈 但是其中有一些人生的一些波折 包括来美国呀 忽然间就掉下来了 然后换工作呀 然后自己下意识的去找一个原来做manager 不去做manager了 因为家庭发生了变化 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很多的这种certificate 我就是人生在不停的学习 不停的成长 那拿了很多的这种leadership的certification 那周围和我又一起去coaching school 差不多将近四年了 这四年的时间 如果你看这条曲线的话 我们这个曲线的叫什么来着 邪率非常之高 就是这个当你在一定的程度 你是就是非常缓慢的上升 可是当你积累了到足够多的 像上次Linda她介绍 一般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需要 一万个小时她就可以成为一个领域的expert 当你真的成为一个领域的expert之后 这个上升呢就不是起限了 我们说是这个exponential的这种直线上升 那我现在是在一个financial company 做executive in technology 那我的这个人生的线呢 是有一些波折 很多朋友可能以前也听说过我介绍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些经历 也不太掩饰 因为我觉得如果别人能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那么我希望他们不走我走过的这些旺路 那我就是在一段16年的不幸福的婚姻中挣扎了很久 最后终于离婚 然后自己一个人全职带孩子 然后全职工作 这个我是要非常说清楚的 因为很多人他离婚之后 孩子是双方父母 你一个星期我一个星期或者怎么样 但是这些这个两个小孩一直跟着我 你可以想象我一个人托儿带女 然后没有儿子两个两个女儿 然后最后他是现在是男班 那么后来又找到我的真爱 又再次结婚 我也非常愿意给大家share 包括怎么找到我现任的先生 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最后一条曲线呢 就是我社会义工的一些 直到现在我依然除了刚才说的这个mentor program 给社会做一些贡献 我还在做当地的警察局做他的advisory committee 帮他就是看他的policy 有一些什么可以变化 最近还帮他们一块去hire candidates 然后我们一些这个volunteer的还拿到社会上的一些奖 那么就是说这这基本就是我的一些人生的经验 那么给大家share一些照片 这是我的全家去年 我们去密西根玩 然后这张照片是在covid的中间 我和我现在的先生结婚 然后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玩 爬山啊滑雪啊 然后kayak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跳舞唱歌 我们家还有一条非常漂亮的稿 除此之外我还要干一些正事 去出去讲讲座之类的 那么joy 你来 joy you're muted 谢谢分享 因为我刚刚听到 好像我们家不知道哪位音乐家在弹钢琴 谢谢提醒 很多老朋友已经看到知道一些我的经历 我今天简短的再过一下吧 大概是follow两条线吧 一个就是斜着的是我的工作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下面呢就大概是人生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event 和milestone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中国长大 然后上了很多年的学 在中国拿到了读了十二年的医学院 最后是拿到了MD Preventive Medicine 和PhD Epidemiology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学上学再上学 然后上学期间结婚 到其实我在博士的时候生的第一个孩子 然后才出过 接着一会儿我会分享啊 这个 等你放弃所有的东西 就去一个未知的世界的时候 是有很多的risk的 所以2006年我毕业之后来这边找我的老公 你看到jobless 这个很大的一个标签 记得这个啊 然后后来呢 在德州工作 然后来到2009年 不对 2008年来到Colambus的 其实是 然后2009年 我开始去这个Nationwide Children's 去工作 算是终于回到了 我喜欢做的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children's 左边有一个scientist 其实 在我 在德州 在我jobless之后 我有一个短暂的 作为这个lab scientist的经理 后来 然后来到Colambus 又jobless一次 我印象中 我应该有两个jobless在这 然后最终开始了 在children's hospital 算是从此 好像职业 真正的career开始发展了 然后生活 我也觉得稳定了 在美国买了房子 安了家 然后去了Chase 生了第二个孩子 再之后就是2017年 然后到我现在的这个公司 做这个data science的leader 一直到现在 大概有六年多了 很多人也听过 以前我跟Hope 在去年的时候分享 因为我们两个同时被promote 这个都是 我们自己参加了 coaching的培训之后 自己有self transformation的 一个直接的benefit 后面已经讲了 这个IPAC的经历 我们是同时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从coaching school 学习 毕业 拿到各样的certificate 甚至是在前后 大概是在同一个月之间吧 成立我们自己的business 开始了这个side entrepreneurship 然后2022年 从去年开始 我们又比较involved speaking 成为这个NSA Ohio的这个member 所以在同时呢 以这个pandemic期间 好像我们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 信我们自己的所能 host的local啊 还有 Wirtual 大部分是Wirtual 也很有幸 跟AFI开始 一起合作 然后有了更多的audits 所以我们迄今为止 大概已经有20 这应该是第30个webinar 我们已经 大概有6000个audits了 到现在 所以非常荣幸 有这样的机会 再次跟大家 见面 然后讨论一个 更有趣的话题 我们可以下一页 这个就是我家里的人 我们有两个男孩 我跟我先生结婚22年了 我们有两个男孩 Max 19岁 是刚刚结束大学一年级 然后Alex 9岁 马上再过两个星期 就要10岁了 这个single digit 就要over了 我们家也 我妈妈是也在 这个城市和我们一起 离得不是很远 另外一个家庭成员 就是米粒 一只猫咪 我们也是 我们有这么多的 sports的爱好 但是我也比较喜欢 vacation 出去玩一玩 喜欢读书听音乐 然后这个Data Connect conference 这是去年的一个照片 如果今年你们谁来开会 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city 而且其实就是在我的work place next to my building 如果有人来的话 一定要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跟你们见面聊天 对 我也会在那里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有一些alumni 他们也会来 所以我们很期待 7月份 是的 所以那我们就要来正题吧 说踩坑踩了什么坑 我跟Hope我们的总结 就是大概有三类坑吧 第一个就是决策性的踩坑 这个是影响你的职业的方向 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 就是像一个往左还是往右 往前还是往后 这个可能每个人的这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待会我呢 跟Hope我们会各自分享我们的经历 第二个就是习惯性踩坑 是一些小的习惯 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你有这个习惯 只有你就是说开始去反思 开始去关注 你才会知道你会有一些习惯 这个习惯性的 这个可能不色误你 要不然怎么叫坑呢 它要色误你 那就变成你的这个优点 和你的这个优势 或者是你这个职业发展的一些 这个经历和Superpower 但是这些习惯 其实如果你要不aware 其实会有一些很重要的 很严重的后果的 待会我们也会分享 还有人际关系坑 人际关系就更有趣了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坑 跟别人交往啊 有的时候是你知道一些后果 有的时候是短期你就看到 有的时候是长期才能知道 这是一个坑 因为这个这个后果是通过不同的时间才能展示出来 有的时候是可以补救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那么容易补救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从今天的这个踩坑的分享 踩坑的吐槽中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不同的这个学习到不同的经验 还有智慧 通过我们的分享 我们以后都能少踩坑 多学习 多进步 那你 你来还是我来 你先来吧 我觉得你的坑比较大一点 好 我先来 刚刚就像这个图是这样的 这个决策性坑真的就是directional 我的这个坑是什么呢 刚刚你们在那看到jobless有两次 我从2006年博士毕业的时候 我是在协和读的博士 其实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 我的老板就是破天荒的offer他的毕业生 说你留下来给我工作吧 其实我真的是第一个人 然后结果我拒绝了我老板 我觉得我老板很生气 其实还有我们那个advisor上面 我有这个 还有三个advisor 他们都私下里跟我说了 他说我知道你不想留你老板那 你老板可能脾气不好 你是不是不想在那 你来我这吧 其中有一个手艺的一个女教授 也是advisor 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 也是在我的advisor 其实当时至少有三个offer 是让我留在北京 继续做科研 继续做我喜欢的东西 但是呢 我说了no 我放弃了这些所有的offer 放弃了看似非常光明 非常难得的机会 然后我就裸词 就飞向美国 啥也没有 所以刚后破那会儿 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说我不知道有裸词这个词 我说对呀 裸词就是你放着 把所有的offer你都说no了 但是你根本没有任何一个 其他的offer 像前一段时间我还跟朋友 跟我们Lama在分享趋离找马 然后我说我这种裸词都是年轻的时候才能干得出来的 我非常说这是一个curnal 因为两次都是这样 这是第一次是我博士毕业 然后我来到美国之后有一年半的时间 没有工作 如果你们 我其实真的是很理解 如果你们有哪一位朋友 就是很想工作 很喜欢工作 自己有一技之长 很想为社会出力 但是又找不到工作 这种感觉我真的是深有体会 后来呢 我以前也分享过 通过一个however conversation 然后一个周六给一个老板做了volunteer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offer 我开始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在这个lab做scientist 我刚做了八个月 我老公又改主意了 他说我要去OSU了 我要去OSU做他的博士后 因为这个老板这个方向怎么样怎么样好 然后他就决定来了 然后又把我放在这 我想哎呀那我怎么办呢 其实当时我是在San Antonio那个城市里 有另外一个老板对我感兴趣 甚至他offer了 他说你可以去啊 我知道你先生要走那边去 你可以remote 那个年头可以提供remote的 2008年几乎没有 但是他说你只要给我做research 分析数据写文章 我们每个quarter见一次 我给你出机票 你飞过来见我就行 我觉得这么appealing的offer 我竟然也放弃了 我觉得我有点经常我回想 我会觉得我这两次的裸辞 好像挺确信眼的 那一次也是裸辞 就是跟着我先生搬过来了 搬过来之后也没有工作 这一次呢是比较快一些 找了八个月 然后就开始了我儿童医院的工作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在现在再回想 这两个都是决定性的 就对我这个职业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因为我如果没有放弃 我没有任何种的一次裸辞 我没有去做 那我可能也不会是今天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坑 绝对是一个坑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一年半的时间 我不知道像香蕃草一样 就是说怪了自己多少次 怪了我的先生多少次 炒了多少次的价 就是因为我为什么放弃这么多offer 然后来到美国 就是什么都没有就赶过来 其实我是可以等一下 如果有职位再来 anyway 就是说这两次的裸辞 我绝对是认为是一个是决策坑 那你问我后悔吗 我现在不后悔了呀 因为我现在觉得人生很美好 这些好像就是说都是上帝的一些 一些旨意把我推到这个 今天的这个 这个 这一个地 这一个位置 还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呢 我真的是不支持裸辞的 除非有特殊原因 我不支持裸辞 我是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 就是说如果 就是说除非是有这种安全啊 或者是HR concern 基本上是应该我是推荐 一般是推荐你找到新的工作 那你再走也不迟 所以我就分享到这吧 很大的一个坑 感谢赵埃分享 我们的学员都知道 我和赵埃其实两个人性格非常不一样 这种裸辞这种工作 表面上看只有我这种人能做 因为他是非常稳重的一个人 而我是有可能会随心所欲 没想到这么稳重的人 能够踩那样的坑 因为要做这个讲座 我真的去回想我过去25年的职业生涯 我实在是找不出来特别大的坑 但是因为这个讲座呢 我真的把自己二十几年的这个职业生涯捋了一下 最后发现说 其实还是有一些决策性的东西 如果现在回头看的话 大家都知道 回头看这个眼睛这个视力是2020 你都能把所有的点都连起来 我觉得如果让我再重新走的话 我可能会对我一些工作换工作的 怎么去做这个decision 要选哪一个job 可能会重新有所调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实际上二十几年的职业生涯 一直都是很顺利的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有一天我会丢失工作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丢失工作 我有五个job在后边等着 因为我有很多的这种network relationship 一会我们可以讲这个人际关系坑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每次换工作的时候 我的criteria 我的眼睛放的是这个platform 这个project 或者是company 是不是我想去另外的company 是不是我想做更大的project 是不是那个platform会让我拿到下一个level的promotion 我没有过多的去选择老板 当然了我做面试的时候 我都会看这个人 我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工作 这个是肯定 这个number one 你应该特别要注意说 am I going to work really well with a new manager or my new team 那些作业我都做了 但是我并没有说 这个老板 他对他的团队 他到底是不是特别go above and beyond 去develop他的团队 基本上我都会问他说 你是怎么跟你的teamwork的 当然他会介绍说 他是怎么怎么这样 但是这个good manager和great manager 还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Joy和我 可以自己把自己归成great manager一类 因为我们 fight for our teams promote our teams develop our teams recommend our team what learning you need to learn nobody came to me say hey I think you will be beneficial if you learn this none of my manager did that to me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如果我再选择 我会选择 这个manager 他对他的团队是怎么培养的 因为我发现在我二十几年经常 我的manager变成了我的天花板 走着走着我就在他们前边了 那我只好就去换工作 因为我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这个不是说我吹牛 我有多厉害 的确是因为我在换工作的时候 没有仔细去调研 我的那个新的manager 他的这个credibility 他的continuous learning 他的growth mindset 然后我一直在成长 那很快我就跑到他的前面 那我就去再去找一个 成为一个新的天花板 然后再找 所以呢这就是我觉得 后来我学会了 至少现在我非常满意 我的那个manager 那我也就知道了说 当你和一个great manager work的时候 你的心情非常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 那个manager will fight for you will give you the credit that it's your credit instead of you're doing everything for me 所以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吧 因为你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你不知不觉中 你就变得特别优秀 所以如果你的manager 特别优秀 在你前面给你领路的话 就像跑步一样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跑长跑 因为我喜欢跑长跑 你就知道 如果有一个人在前面 你就有个笨头 你就知道说 somebody is there leading the way I can be there too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 share的一个决策性的 希望你们下次 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不光要看 我这个公司 然后做的job 到底是要做什么 什么样的project 什么样的program 我有没有成长空间 还要看你的老板 他是不是一个特别棒的老板 这一点我知道 Joy他做的非常好 因为每次他好像都非常幸运的 老板都对他非常好 是吧Joy 所以从另外一面证明一下 好老板有多重要吧 第一个老板 跟我volunteer一天就hire我 然后offer给我 跟我老公一样的工资 我老公还有点不高兴 然后我说怎么了 不服吗 第二个老板 然后教我negotiation 你们可能都听过我的故事 我跟我老板说promotion 要涨工资 然后老板笑了半天说 不能像你这样 我来教你怎么negotiate 然后在Chase的两个老板 也都特别的好 都特别的carry 那我现在的老板 我跟了六年了 所以promotion 然后个人的成长 甚至coaching school的经历 他都非常的supporting 所以真的是非常重要 跟对一个人是蛮 这个你可能会成长的会很快 好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愿意在chat里面分享 你们自己踩过的决策性的坑 可以take your time 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那分享 让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可以来move on 来说一下习惯坑 我可以 你还想让我先说是吧 hope 说吧 ok 所以我的一个 前一些年的 最大的一个坑 是我是一个quitter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很奇怪 说啊 你竟然也干过这事 对啊 我是一个很大的quitter 因为我很在我 就是说在我前一些年的 这些career 你们也听到了 很波折 也很曲折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为难情绪也挺多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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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机会 这个quitter 我的quitter 在我身上 我不是在诈指任何一个人 我是给我自己做总结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坑 是害得我挺惨的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都错过了 在我身上表现很多种方式 比方说 我有一个很好的idea 但是我想了想 觉得 有的时候觉得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 因为在early career 以前我们讲过 这个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一关 对我来说是很大一关 就是说很struggle 说这事我要说不清 怕人家笑话 所以有的时候不敢说 很多时候 然后就干看着别人说 说可能这个idea 还不如你这好呢 但是别人拿去说了 然后得到credit了 甚至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这样的坑 我不知道踩过了多少个 是一种习惯性的踩坑 不敢举手 不敢说 就是说语言是一方面 怕别人笑话 怕embarrassed 怕别人觉得自己傻 这样的机会真的特别的多 还有一些做事 也会思前想后啊 就会想 哎呀 这事情成功率有多大呀 万一要是做不成怎么办呀 现在知道了 做不成你还学到了 但是在以前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没有那么勇敢 然后答案也比较小 还有一些事情 就是说可能坐着坐着 坐到一半了 就有为难情绪 就是哎呀 这事情好像又不成 其实呢 你坚持下去 也许就做下去了 但是你停下了 那也就停下了 所以在我身上 有很多种该说的没敢说 想说的不愿意说 然后能做的不敢去take 做了的呢 然后又没有坚持到底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包括一些habit 包括一些 就是说 其实在以前是有很多 在chase啊 在children's啊 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的 但是我觉得我被take的 这样的机会不是特别的多 比方说要别人要说 让你上去讲点什么 你可能 我可能就会说 不用不用啦 让他去吧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为什么 我后来经常说 thick skin特别重要 这都是踩坑 踩出来的智慧 所以我觉得 我前十年的career 可能这个quitter 是一个习惯性的坑 对我来说 所以我也很开心 就说这一点 我现在是 这坑基本上被填平了 然后可能还 还变成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strength 因为我不舒服 每次踩完坑 装自己不舒服 在想为什么这样 所以在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这个不断的这种复盘中 发现了 原来我是有一个quitter的习惯 那我怎么样才能改变它 所以才可能有了今天的drawing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客人的分享 我想这个quitter可能大家应该都有 至少有这种想法 对吧 比方说跟你的老板或者是同事 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说我干嘛 我干嘛要留在这儿啊 这时候呢 当然如果是这种relationship特别toxic 我们也希望也鼓励你换一个地方 对吧 叫什么此处不留人自由 留人处 那么其实有的时候留在那个康里 多待一会儿多坐一会儿的话 就像周围他会发现说 我为什么是个quitter 这个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在 我们的那个group coaching里边 会跟大家讲的 有的时候不要急于说 哦开拍屁股走人了 到底为啥掉进去 那个原因是很重要的是吧 OK 那我来也说一下我一个习惯性的 我的刚好跟Joy的有点反 这样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性格非常不一样 但是呢 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两个如果能够现在 在各自的公司做executive的话 那还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年中 栽了之后 那个叫什么 爬起来 然后总结reflect 这点我们两个是共通的 非常愿意去reflect 说我从这里中学到了什么 那他是个quitter 就说你去吧 你来上吧 别人说吧 这个credit你来拿吧 我刚好相反 因为你想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那么多年 什么东西都要我来操作 对吧 scheduling activity 我经常脑子里都在想着说 先把老大送到那去 然后回来把老大送到 老二送到钢琴去 然后去接老大 然后再去接老二 所以我脑子里头什么东西 就是非常的productive 然后叫什么快刀斩乱嘛 所以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default的一个reaction 在工作里边就是 I'm winning too much 什么东西我都想 我要快点把这个结束 然后我来拿到这个credit 我来做完这个project 我来commit to the code 因为我是suffer engineer 对吧 然后我来制定一个方案 大家就去执行 所以我觉得我是winning too much not sharing the winning 所以后来通过慢慢的学习 现在反而变成说 I want to give other people I want other people to win 有一本书叫做giver 好像是 是不是Adam Grant写的 还是谁写的 就是说当一个人 是吗 周围 give and take give and take 好像是 不是giver OK 当一个人 他不想拿到东西 他总是在给别人 他总是在想 我怎么能帮助别人成功 最后大家都会把他 都会来帮助他成功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习惯性的 在early career的时候 踩了很多这种坑 老想自己赢 然后有的时候 肯定就说 人家拿一个idea说 你这个idea 可以这样就更好了 对吧 所以这种评论 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当一个人 别人有个idea的话 你首先是要表扬他说 great idea this is why it's great what impact you're creating why you're so intelligent what impact you're going to make to the company 然后再说 have you thought about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is, this, this make it a better instead of this doesn't work and mine is better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成长 在学习 直到现在说 我去扶持我的team 去给他们credit 去让他们去问 因为就我经常用的说 如果你是一个leader 一个manager的话 水涨船高 对吧 当你把你的team 让他们去问了很多的话 实际上你也就跟着走了 这是我的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同样的感想 我们在chat的时候 说我是个quitter 他是个fighter 不是他 这是我们踩过的坑 还有一些 据我们的观察 还有一些其他 比方说习惯性的完美主义 不管大事小事 一定要做到这个完美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这个完美是一个 真的是很难defind的 我不敢说不存在吧 但是很难defind的 什么是完美 完美可能本身就是一种不完美 所以呢 就是要be aware这些 还有呢 刚刚hope你已经提到了 一个习惯性纠正别人 还有有的人会always say yes 不管别人问他说什么 他都会说yes 不管问他要他做什么 都会yes 说完之后会后悔 就是说be aware吧 有没有这些小习惯 我还见到其他的 就是说尤其是英语 不是第一语言的时候 这个communication 有一个challenge 有一个习惯 就是always respond with no 他其实是说yes 这个是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一个habit 我希望你们能够观察到 或者是如果自己有的话 一定有注意 很多时候他会说no no 但是他说他意思是说yes 但是他是没有这种awareness 他开口就说no no no you're right I agree with you he say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就是一个habit 是我观察到不止一个两个人 有这个习惯 你不跟他说 他都不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人 希望你们没有这个习惯 如果有一定要注意 还有习惯性的自我怀疑 这个我可能就有这种 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自我怀疑 行不行啊 这个是不是valid 是不是有用 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 还有自嘲 英文会说sacasm sacasm很有意思 其实我对我本身来说 这种style对我来说 是不是对我是work的 所以要注意 如果你是有这种naturally 或者这有一个习惯 有什么事情 你都会用sacasm 当然这个背后的这个motivation 那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这些都不是特别色悟你 这是我们的一些观察 可能都属于一种negative thinking 或者容易generate negativity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首先补充的就是 这些坑我全踩过 我还想加一个的就是 这个Juan他也在里边分享一下 你们怎么从技术进入管理职位的 其实这是我想说的一个习惯性的踩坑 就是说当我在初期的时候 我从一个部门换到另外一个部门 我当时特别看重technical skill 我就说我上去我要把这个里里外外 这个整个process怎么操作的 我全都搞清楚 但是后来我发现那只是一部分 如果你能知道这些processes怎么work 非常好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人际关系 我们将来一会儿要讲 对吧 你要去知道你的stakeholder 你要知道谁做什么样的决定 你要知道当什么事情发生了 去找谁 你要知道谁和谁关系 是好还是不好 很多人管这个叫office politics 我和周爱不这么认为 我们就觉得说 你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 你就有这个关系 你就要去处理 你就有conflict 周爱和我 我们经常也会有 different opinion 这个重要的是 你怎么去讨论这个 different opinion 你怎么去resolve 你的different perspectives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往前进的话 那it's not that hard to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o resolve different opinions 这个就是 如果你了解这些人际关系 你知道每个人的personality 他的喜好 然后他对这个project的重要性 然后你再知道说 与此同时不说然后 与此同时你也知道 你的技术上的 这个里里外外 谁是什么这个subject expert subject matter expert SME 那你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ecosystem 这个就是你慢慢转向管理层的一些stairs 对吧 因为你不是只在埋头口干 看这个技术 不管你做什么 你如果都有data 你就只去看data 只做data modeling 如果你做软件编程 像我的话 你就只写code business给你一个requirement 你就去执行 你不去看big picture 那就很难走到管理职位 我和周围的共通点就是 我们能看到big picture 你给我一行code 让我去写 我能知道说这行code how is it going to impact the end customer 这个是一个我想 因为我自己踩过这个坑 就希望大家不要去踩 然后因为我非常passionate about women leadership 所以我也想给大家share几个 就是man specific的这种习惯性的坑 刚才Joy已经说了这个like of confidence make ourselves small even physically 我希望你能够在单位 即使是zoom open your shoulder and straight up your spine make the space occupy the space 不要说我们女的就要变得小鸟一人 当你需要小鸟一人的时候是可以的 但是在工作里边不需要小鸟一人 你要做大棚展翅 这是一个physical的这种space 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在单位里头 我现在是remote 以前在去office的时候 如果开会 那个椅子不够用了 那我就让别人坐在这个sitting at the table 我自己去做一个corner 因为我是个妈妈嘛 肯定我要先让别人先吃先做对吧 这个你要注意 什么时候你是可以让 什么时候你是不可以让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相当于把自己排除到decision making之外了 这个我就说不是永远都 I'm going to sit here I'm not going to move 这个都是situational的 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女的女朋友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结婚生子对吧 所以我们会在做decision的时候会想说 五年后我要生个孩子 所以我现在不能做什么什么 请你千万不要那样做 Nobody kn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five years 生孩子和你的career development不是说这个opposite 像Joy就是PhD的时候就生了孩子对吧 我当时生了孩子继续沿着career这个journey前进 而且我们都生了两个孩子 没有过多的影响我们的career development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女的经常在单位愿意take on the admin work 因为我们在家里头就做很多housework 对吧 Joy出外 所以我们去单位说什么组织party啊 bring cupcake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要适度 你不要让人把你认为一个说 我们一开party我就去找hope 因为she's good at it 不要成为这样的reputation 而是说我一有什么决策性的问题 我要去找hope because she can help 这些是一些我们女人特别需要注意的 好吧 除非你特别喜欢做party planner 如果这真的是你的hobby 真的是你特别enjoy组织party和happy hour 可以去做 但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不要把自己放在这样的position 因为我就发现 这不光是中国的这个职场女性 甚至美国的职场女性 大家都有这个tendency 一说note taker should I take note 大门时候都是女生在做 这都要be aware 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做 因为你会把自己变成一个 人人都找你去做这件 你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这个scenario 到时候你说no就更难了 所以我就补充一句 人际关系坑 真的这个人际关系坑太多了 而且是有不同种的坑 我就能 我觉得我可以选择性说一个 这种避免正面冲突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chase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 当然这个男生 他当时也是一个manager 我当时是做program manager 我就感觉他就是这种 这个aggressive的这种 behavior 但是我其实知道 跟他有正面冲突 是因为我当时是跟他是在讲理 但实际上他是在emotion 所以我后来大家都现在都学习到了 就是一个人在emotion的时候 你去跟他讲你 这是不管用的 但是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啊 所以还在继续讲理 他就还继续生气 所以最后也搞得特别的不愉快 我记得这个 但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受委屈了 我很受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就是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但是后来当然你也在想了 有很多种解决办法 你可以prevent 你可以deal with differently 你可以defer 但是你不需要去suffer这种 就是说别人给你发脾气的这样的 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 或者怎么能跟人家说过人家 如果对方声音大 如果对方职位高 那你就会更觉得委屈 所以呢这种就是说 如果能够避免 我是不提倡有正面冲突的 冲突是说别人lost temper 你也emotional 这种就是对人都不太有利的 当然我是说如果有可能 如果有真正的这种理由 你必须要当时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那我也不judge你 只是说generate speaking 如果这种冲突 尤其是在办公室 在职场上的这种冲突 即一你是参与人 还有第二你是旁观者 或者你是leader的时候 我估计大家首要的一个 都是deescalate 要不然可能就是会有 比较严重的后果 或者是有比较HR的issue 所以呢我觉得我这个坑 就是说这样的坑不是很多 但是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这都十年以后了 我还想着这件事情 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去拿出来讲一讲 当然这件事情对我本身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 因为这个人的这种 他的这种aggressive behavior 伤了很多别的人 所以很快就勿忘了 我们就不做项目了 我们就不给他做了 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往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你可以我想让Hope分享你的这个例子 然后我们再加别的这个observation吧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坑我也掉进去过多次 就是当人在emotional的时候 你就有点失控 对吧 就觉得说我们都是平等的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比我 你恨我比你还恨 就这种的 当然大家对待冲突的解决方式都不太一样 后来Joy和我都学会了这种能力 而且非常善于去处理这种difficult 当别人emotional的时候 如果我们保持平静 只要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打在棉花上 一个巴掌就拍不响了 是真的 我想share的一个呢 就是这个基本上也是在我career初期吧 就是中午 大家中国人都愿意自己带饭 对吧 因为省时间省钱 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做点事 当时中午吃饭的时候 经常都是去找的中国人 因为什么comfortable 熟悉 说中文 可以介绍一些什么 share一些加长里短 这个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你要有所选择 你如果只跟中国人去一块吃饭 说你自己的语言 那么你怎么能够处理 建立和其他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其他国籍的一些同事的关系 然后你怎么样锻炼你的语言 那么后来当我意识到自己采过的这些current之后 就慢慢的有意识的 还继续和中国朋友一块social 对吧 只不过不是说hundred percent和他们 而是可能certain percentage 然后也有意识的去和一些我其他国籍的印度国籍 美国国籍各种各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当然因为我讲到国籍了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unconscious 或者conscious bias 就觉得说印度人怎么怎么样 美国人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opportunity 如果你真的还有这种这方面的bias的话 可能是真的要自己反思一下 因为joy和我都知道在职场这么多年 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是非常非常一样的 我们追求的东西都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都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不是吗 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功 当然每个人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有些人成功的定义可能真的是要做到CEO 有些人成功的定义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所以但是大家追求的都是要幸福要成功 所以我真的不觉得 至少是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和在像以前在摩根大同25万人的 这么大的公司 我所遇到的人 周围我们两个遇到的人 形形色色 真的觉得说跟国籍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留意的地方 周围你还有什么 我其实挺想补充几点 就有很多比方说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client 有很多的这个client 还有alumni 还有别的有人现在经常会问我们一些situation 那一听呢 你就发现哇 这个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问题 就怎么说来着 这个成语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的everyday interaction都很重要 不要等到成为这个冰冻三尺的时候 才觉得这是个问题去解决 包括被别人欺负不敢说 然后委屈求全 直到自己忍不了了的时候才去说 然后这个罐子一打开 都已经不知道从何说起 就觉得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就觉得很同情 有这样经历的人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的观察 我们的观察 就嫉妒别人的好 就说啊 他凭什么能这样 他凭什么能做到这个 他凭什么能拿到那个 然后因为嫉妒别人的好 就远离别人 但实际上我们觉得 如果你真觉得这个人 拿到这个东西 他不得做 我说你觉得啊 其实你更要find out what did they do 他们是怎么 因为嫉妒 如果你嫉妒别人 说明别人有你想要的东西 你没有 但是那个人有了 然后你还觉得 你得责务 他不得责务 那其实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虽然感受起来很痛苦 我们知道啊 我们也都有过这样 我有过这样的moment 但实际上 你真正要接这个人 你才能发现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的长处在哪 他的strategy和tactics是什么 所以你 其实 你嫉妒的人 我们当时可以建议 你跟他们交往一下 交流一下 这样你才知道 别人成功的一些经验 而不是让嫉妒来扶持 来让你自己痛苦 所以这是一个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有这种感觉 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很多这样的时候 就说啊为什么呀 然后自己还挺生气 没有任何benefit 别人也不知道 还有就是说 有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但我见过 习惯性的拍马屁 不管是谁 见人就拍 当然呢 我说的比较难听 叫习惯性的拍马屁 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度 如果你去complement别人 你很真心的去complement别人 这不叫拍马屁 这个就是说 你能看到别人优点 你知道感恩 然后你能够赏识别人 我说的拍马屁 就是说 有的时候 我见过这样的人 所以我才知道 就是说 跨得有点过了 有的没的都能往处说 然后对谁都这样 后来我的感觉 我再看到这个人 我就说 这个人不真诚 他说的话 在我这大打折扣 那就其实影响了 我对这个人的信任 所以呢 以自己的经验来说 如果你想complement别人 可以 但是不要养成一种习惯性的 拍马屁和俄语分成 还有一个gossip 不要有gossip的习惯 因为特别容易spread negativity 很多时候别人一说什么 我们可能就 对呀对呀 我也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也feel guilty 有的时候也会陷到这个 又踩到这个坑里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有awareness了 可能张一张嘴之后 可能就能收住了说 哦这个不好 大家都要aware 这个gossip是一个 特别不好的一个坑 既然跟你提了 大家就是说 自己可以反思一下 就是说自己可以回顾一下 自己有没有哪些习惯啊 今天这些也都是例子 我们也不能说保证把所有的都包括进来 但是希望有这样的conversation呢 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复盘 reflect 从中学习 那有这么多的坑怎么办呀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 哦刚刚linda提到这个 我们有一个这个group coaching的class 所以我们就正好分享一下 这个group coaching的class hope要不要你来讲解决 好啊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坑对吧 但是怎么能够从这里边像周爱说的复盘 然后从中学习 不再犯相同的错误 人是可以犯错误的 我我当然我不太说喜欢说这个犯错误 因为我们没有人说是要去故意犯错误 都是说我们用当时的知识 当时的精力去去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回头看的话好像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不要去踩这么多坑 自己一个一个去踩 然后回头看说哦原来可以那样 有没有快进快捷的路 说哦别人踩了那些坑 我可以不去踩了 我们今天的讲座 当然就是希望是一个途径 那还有一个途径呢 就是说你可以和和其他的朋友一块来上这个group coaching 这group coaching呢实际上是真心的能够让你从里到外 从外道里的发生蜕变的一个offer 他跟一般的这种teaching是不一样的 teaching呢是把我们的知识送给你 push给你 coaching呢是我们给你拿一面镜子 让你去照一照 我脸上有没有脏啊 我化妆有没有花呀 我那个眉毛是不是一个高一个低呀 这个是coaching 所以我们这个group coaching呢 今年就offer一次 9月份到10月份 那都包括些什么呢 包括这个一个assessment 这个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attitude assessment 我和Joy毕业的这个coaching school 最近被Folbes评成了the best of graduate support 一个coaching school 那么这个assessment 如果你单独做的话 一做这个就是600块钱 但是我们包含在这个课程里边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有十几个小时的 十一个小时的 十个小时的这个五个module 一个就讲这个energy leadership framework 然后我们讲 是什么东西在阻止你不能success啊 什么坑你在踩啊 然后emotional intelligence 我们当时说 这个我们非常注重technical skills bu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what take you higher 然后还有一个module是communication 大家都知道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用说英语是外语的 更要注意表达 怎么表达 怎么准确的表达我们的思想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relations 是个building 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些坑 但是我们会发 每一个module都会发两个小时 花两个小时去深刻的去理解 去挖掘 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graduation ceremony 你毕业了之后呢 你毕业了之后呢 会加入我们的alumni 我知道linda上来了 可能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学员 只不过我们不能一一的看 每个月他们都会在meet 然后经常都会在这个group里边 会discuss一些东西 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技术发展这么快 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的自己成功 必须要有一个community 你和优秀的community在一起 你就会变得越优秀 而且越容易去优秀 因为大家都很优秀 就水涨船高 都晚上走了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linda能够上次 和我们一起做一个这个long view的 career planning的这个webinar 我们八月份 是八月份吧 周围 我们还会有一个学员 和我们做这个executive presence 每个人都说 要有这种executive presence what exactly is the exact presence how can you build the exact presence 那是我们下一期的话题 所以呢 这么多的内容 这么多的这个学习 加上这个assessment 这个整个是八百八十块钱 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 因为很多的问题 都可以到那里去探讨去解决 周围 你还有什么要加的吗 没有什么要加的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 有人问怎么报名 这个链接 我们可以发到这个chat里面 好的 我来发 你来接着往下讲 好 那我们就讲下一个take away 我们要不要回答一些问题 因为有一些已经在问问题了 你觉得是我们接着往下走 还是回来问问题 我是想着 我是想着现在已经十点零五了 我们我想把它讲完再回答问题 可能有一些要带孩子或者休息 因为我知道好像已经有十个人 可能以为我们到最后就走吧 咱们先把这个几个这个 take away讲完 现在你们知道谁是boss了吧 好下一个 讲了这么多坑呢 我们也在在不断的复盘中 也在有自己的感想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 就是说可以 都offer你们的智慧 对于我来说 对于这个 尤其我这个裸词的坑 而且裸词了两次 我最大的回顾就是说 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很多时候人的一生有很多的决策 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觉得是错的 但是呢 我个人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嘛 可能如果你把life放大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不是一年两年 也不是十年二十年 而是五十年七十年的时候 也许再回头看这件事情 会有不同的这种perspective 所以呢 如果在我们讲的时候 你也感觉到 我知道Linda很open 她说啊 你们踩过的坑 我都踩过了 所以有的时候 回顾踩坑 不见得是一个很pleasant的experience 但是我就想说 you never know 也许我们过去踩过的坑 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福分 我们只是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 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体会 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呢 我虽然真的是推荐 不推荐裸词 要趋力找马 但是还得从马这回来 就是赛翁是马 胭脂非福 如果你已经裸词了 也不需要责怪自己 如果没有呢 也我不推荐做 但是呢 我真的是觉得 中国的这个成语的智慧 就是赛翁是马 胭脂非福 那也一样 那hope他也分享了 他的一些决策 那如果没有 大家都知道 他是 execution是非常厉害的 风风火火 说做就做 那我就在想 如果他没有 他以前的那么多 就是为你 那也许 事情也许不一样 对吧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就想说 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 赛翁是马 胭脂非福 过去的事情 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就好 也不需要太责怪自己太多 因为我们做了 我们自己能做的 We did our best 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Hope 没有 说的太对了 因为包括我以前 这个人生的 这个最大的决策的坑 最后都变成了 我的财富 如果没有那些 真的没有现在的我 刚刚那个 hope一开始就提过了 就是说这个 no mistake 因为这个就是说 在我们coaching school的理念里面 you cannot make a mistake 其实这个mistake呢 并不是说这个technical意义上的 说你一加一等于三 这是错了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 这个说从人生的经验 和你经历经验来讲 很多的事情 我们觉得做错了 我们觉得踩坑了 但实际上你回过头来 只看 取决于你的perspective 取决于你怎么去利用你这个经历 取决于怎么你对待这个坑 那刚刚我们就在讲能量嘛 其实这个不同的能量 就是你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情绪和不同的行为 那如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mistake 那你可能是活在一种 智慧 生气中 但是如果你能把它看成一个 well how can I capitalize this this experience 那如果以这样的心情去看呢 那永远你也不会犯错 从经历经验上来讲 这个就是说 我最近听了一个 在一个in-person 在工作的时候 听了一个叫Ryan Leak 他写了一本书叫 Chasing Failures 他给了一个非常这个 inspiring的speech 他就在我前面两三里的距离 我就全程都在聚敬会神的听 他就说了这个 You're only failing if you fail to learn 其实这个呢 是跟我们前两页分享的是 一样的道理 但是呢 把它清清楚楚的说给你 不管你的经历经验 和你的这个 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 踩过什么样的坑 因为过去的事情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呢 如果你能从这个经历中学习到 那这就值了 所以你可能意识到 我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在说 但是我们非常强调 What are you learning from your experience 这就说明了 reflection 复盘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还有一个 different way 就是说 All experiences are opportunities for your growth 就你还是这句话 你要把你所有的经验 都当成一个blessing的话 都当成一种福分的话 那你可能看待你的经历 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感想 谁会想到我们 我跟hope花一个小时 来分享踩坑 然后还有这么多的人来听 所以呢 我们也非常鼓励我们的Lamani 甚至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每个人的经验 都是有可学之处 每个人的经历 都是有 都是有可以得到智慧的地方 所以呢 可以大胆的分享 大胆的跟别人交流 这个呢 其实针对习惯性踩坑 就是Each moment describes who you are and it gives you the opportunity to decide who you want to be 这个英文说的 中文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翻译出来 这个意思 其实习惯性踩坑的行为背后 是有一些习惯性的想法在后面的 这些想法是束缚了我们的发展 束缚了我们的进步 这就是为什么coaching这么重要 很多时候是通过表面来看本质 因为我们受到了一些影响 就在energy里我们会叫这个energy blocker 我们不敢去做一些事情 我作为quitter 在quitter的时候 我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energy blocker 那我就没有办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这个比较这个别扭一点说法 就是说在我们做这些踩坑 习惯性踩坑的时候 我们是把自己变小 我们把自己变弱 我们不敢去做一些事情 实际上是有一些事情在 有一些束缚我们的 可能有一些limiting belief 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们编给自己的 由于经历什么的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eventually 为什么我们有transformation之后 就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呢 那从hope跟我的经历看的话 就是说我们从过去学到了 到底什么在hold us back 我们不断的在学习 我们不断的在学习 所以这些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机会 我们成长了 然后才成为了今天 那也许我们并没有停止 我只想说我们还没有停止 我们再继续学习 也许一年两年之后你再见到我们 我们又会有不同的样子 因为我们还在不同的在成长 这个又说到 each person we meet is our teacher and student 这就是说中国的成语 就是三人形比于我师 这个回到了人际关系坑这个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坑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相互平等的去交流 去对待 每一个interaction中我们既能有自信 然后又能够比较humble 中国人说谦虚 但是谦虚并不是贬低自己 就是又自信又humble 你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别人的一些 有点长处expertise 然后也可以就是勇敢的来表达自己 然后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interaction都在学到一些什么 也许你学到了你自己的一些东西 也许你学到了别人的一些东西 也许你学到了这个interaction 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看到这个chat里面有讲信任 怎么重建信任 怎么建立信任 怎么加深感情 其实这些都是every single interaction 回到刚刚上一个slides 就是every single interaction 它是不是反映了你的为人 你的本质 如果没有 what happened 如果是 那how would you treat this person differently 所以 后来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 我觉得那个实际上就是 给了我们这个foundation 我们经常的人际关系都是说 我不喜欢他那样做 我比他干的好 但是如果你认为说 那个人他可以是我的老师 我可以从他那儿学到什么东西 立马就把你这种关系的这种 怎么说这种状态就改变了 对吧 你这种feeling就是不一样的 你会跟你老师发火吗 不会吧 因为你知道你要学东西 所以 这种当然不是一天 over night就可以做到的 但是现在 joy和我就是这样的心态 stay curious I actually have a note on my monitor stay curious ask questions 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说最后我们想强调的 就是说 we are each year for a special purpose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身后的使命也不一样 那你的purpose是什么 我们也无从知道 但是呢 hope和我 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share一些common 就是我们都想make一个difference 用我们所知道 所有的知识 所有的经历 然后通过我们能够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不用去judge它 对吧 就是说或大或小 只要我们可以做的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帮助到别人 能够在他们的职业上 甚至生活中 能带来一些不同 让他们在找到更好的自己的路上 可以加快速度 或者是得到更多的帮助 帮助每一个人都找到这个purpose 那对我来说呢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容神于人 就是我的一个purpose 大事小事 我都会有的时候 受到challenge的时候 我都会想 那如果我的 如果回到我的价值 回到我的purpose 我想容神于人的话 那这个人我要怎么去对待 这个situation我要怎么去处理 才能做到这个容神于人的一个purpose 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来说 是很重要的 看在那个chat里的说 每次你问我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说没有 然后我再加上 很有意思的观察 You're my teacher 这个我还想补充的就是joy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但是非常悲哀的是 我们很多人没有love to the full potential over our gift 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有 我的这个AirPods掉下来 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有很多的potential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筋铺 有些是社会上的筋铺 有些是语言上的筋铺 有些是culture的筋铺 有些是我们大脑的筋铺 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通过 就像Joy刚才讲的 我们的一些讲座 我们的一些group coaching 真的是如果 如果只为钱的话 我们有更多的其他的途径 可以可以做 真的是希望能够给这个community 把我们的一些过往的经验 然后能够让你们开花绽放 然后其实这个不光是用来 拷问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也可以用这个问题 来考虑别人 因为这个trust 今年出现了好多次 在这个问题里面 那很多时候 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人的purpose 你知道他的价值 你可能就能够理解到 他为什么会说 或者做一些事情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人际关系呢 可大可小 Every interaction 可能不太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一个single conversation 就可以改变这个关系 如果你能够跟别人 能够connect到 不光是family vacation 而是能够了解到 what matters to them 他们的value是什么 甚至在他的分享中 让你感受到了 他的life purpose是什么 I will guarantee you you will build trust 可以live a fulfilled life 这是我们的contact information 所以如果你想拍张照片啊 或者是在link in上面 connect我们两个 这上面你可以找到 我们也有都自己的网站 blueprint-coaching.com 这是hope的 我是joycoaching.org 如果你们需要联系我们 网站上也有contact me 我们两个的网站上 都有contact me link in 我们很多人都已经connect了 所以如果你们想关注我们的link in啊 了解我们的professional 更多的background的呀 欢迎给我们connect 我没有什么补充的啦 我要坚持说没有 那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答 因为我知道前面的一些 我们都没有address 我有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有些是不是可能已经回答了 能不能让大家如果说你的问题 还没有被回答 然后you have a burning question ok 那我们 你或者就read your hand 或者是put into the chat ok 这个比较好 可能有的人的问题 已经不需要解答了 那个mary有一个问题 说刚才错过了 这个录音回放 可以发权利吗 克里斯 啊我们录音回放回放都会在第二周的周中的时候放到我们的youtube的平台 然后我们的youtube平台可以搜aligns for impact 嗯 太好 木香感谢你 Linda举手了 Linda 他们能够unmute吗 Chris 他们可能不能unmute 我来试一下 我看看我可以吗 你的 No I mean Oh 可以了 Linda可以了吗 可以吗 能听到吗 能听到 ok 我看到那个chat里面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 请问是什么让你们从一位成功的高管拓展到coaching领域的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Joy你先来回答 因为我的回答完了你的就容易了 然后我就说没补充了 我是我是因为啊我其实在六年前啊换到我现在工作的时候 我有一个leadership training 然后我跟这个trainer connect的特别好 后来呢 training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会经常会喝咖啡啊 然后他就说 他说Joy 他说 我觉得你有特别好的做coach的潜质 哎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那会我也不了解coaching这个职业 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concept 我说coach都做啥 然后他们都能有什么样的工作 谁会higher coach 你可以想象六年前我的mindset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coaching 然后听了他的这个解释之后 我就发现我特别特别的激动跟兴奋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一些别人眼中的缺点 原来是在coaching领域中的一些优点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会说 他说你怎么总是觉得每个人都挺好的 有一些事情你就觉得都挺好的呀 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分个好跟坏 就是说我在很多事情上 一些生活上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是不是特别容易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坏 我有一些朋友就会说 你怎么没主意呀 我其实也反思过很多变队呀 我怎么没主意呀 这好像有很大一个缺点 但是后来发现做coach 最主要的就是不能be judgmental 如果非有strong judgment的人 是不太适合不太容易成为一个coach的 因为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 一件事情发生了 你就特别容易去去make一个good and bad yes and no的judgment的时候 其实这是会有非常challenge的 所以呢 就是说在我生命中遇到的一个好朋友 他开启了我对coaching这个领域的一个curiosity 等我多了解了之后 我发现哇我真的是要做这件事情去帮助别人 但其实当时不知道 最后受益最先受益的是我自己 然后受益的是我的family 然后就是我周围的人 最后才是真正受益的是周围的 就是说stranger啊 或者是这个community 这个是一个比较偶然也必然的一个机会吧 希望解答了你们的问题 那我补充一下我 就是说这个你好像没有特别强的观点 有些人会对我也有这样的印象 用中国的这个理念可能就是属于比较中庸 就是说你没有觉得要恨一个人恨到极点 然后爱一个人爱到极点 就就其实刚才我们已经share了 我们就觉得说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也有可能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能学我们也能教 然后呢每个人都是gifted 其实我到coaching是偶然 我和周围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但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聊天啊 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工作 我们不需要养孩子 我们不需要pay college tuition 那我们去做些什么呢 我们当时就知道说我们要做一些 福利于这个社区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Joy去参加coaching school的时候 她说 Hey I can bring a guest for the whole weekend Are you coming with me Chicago I said Are you kidding me I'm going to spend the whole weekend with you It's going to be free to me If I just stay for that weekend It's going to be free for me The first day I was a guest 我睡不了觉 在旅馆里头 我和周围我们两个 她呼睡着了 想啊想啊 就觉得这个是我一生在寻找的东西 终于找到了它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经常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准备好了 因为我在寻找 因为我知道我要找一个东西 能够造福于别人的 我当时第一天听完那个 Leadership这个讲座 我就说 Wow This is what I'm looking for and it's going to benefit other people as well 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周围 我们两个还在coaching school 我们都没有毕业 我们就成立了我们的公司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的 Avenue 去造福别人 就像周围说的 我们是先自己受益 然后我们的家人受益 然后我们的朋友受益 然后我们认识的人受益 然后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受益 今天一百多人估计可能 多数人我们不认识 所以 Yeah Tell me a question 好像chat里边有几个 如何培养和同事的聊天技巧 这个Joy你比较 Yeah 我正在找这本书 有一本书叫 Small Talk 我跟很多人推荐了 这个也是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来找一个链接 我先把名字放 我是没读过那本书 但是我觉得 这个聊天技巧 实际上最后就是curious 然后还有就是 你要有一种爱的心情 对吧 你真的是 非常对那个人有兴趣 但是这个要注意说 有些什么问题能问 什么问题不能问 有些时候中国人特别喜欢 知道人家的家底 或者是一些私事 这些不一定能够去问 除非说你特别熟 你特别熟 那你就什么都可以说 这个要注意一些 什么东西可以聊 什么东西不能聊 其实比较安全的就是 case weather 你的爱好 你这个周末做了什么呀 你通过这些 你就可以找到下一个线索 所以聊天实际上 真的是一种艺术 周围那个书 你也可以去看 Small Talk 但是我找不到 exactly the same one 如果你去测试的话 会有很多 Small Talk的 technique 你已经大概 就是介绍了几个 这就是一个practice 一个习惯 你聊的越多 你就越 越擅长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张口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嘛 刚来美国的时候 说我要能说十个词 那可能五个都是发音错的 这怎么说呀 对吧 It's okay Talk 请问如何磨练 fick skin 变成大棚展翅 Joy这是你的专长啊 这个一句两句比较难讲 我感觉 我的transformation 就是从coaching 这个process过来的 八个月的coaching 我觉得我是变了一个人 从内到外而变 不是说我的肤色长相变了 而是说这个mindset perspective 整个就被shift了 所以呢 还是真的很希望 如果你很有这个意愿去改变 欢迎你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长期的一个培训 因为到就是人有很多的不同的perspective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default That's the only thing we know 我们不知道有其他的选择 这个coaching program 我们就会帮你build awareness 然后帮你build这个capability 磨练出来 包括跟自己的家人 对吧 有些时候我们跟自己家人也是 我凭什么要道歉啊 我有面子 是面子重要还是家庭关系重要呢 我们现在要不然 Joy你要家吗 没有 我说的就是这样的 跟家人也是一样的 所有的人际关系 还有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跟人有关的 对吧 那跟所有的人相处都是有一个一些common的这个theme的 这个thick skin肯定让你更勇敢 也可以让你更直接 也可以让你更勇敢的去爱和喜欢 也可以让你更轻松的去对待一些uncomfortable的situation 所以thick skin是有很多个不同的面 我们来回答Joe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让Time问他的问题好吧 周说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听起来很有意思 可以再说一点吗 这个就是说我们就像刚才Joy也说了 那凭什么那个人看上去比我差 他就被promote了 但是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那个人他在做些什么 他是不是在develop自己 然后他同时也去build这些relationship 其实Joy和我们以前有过这种promotion strategy的讲座 我们可以回头拿回来再给大家讲 就是你其实想想你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比方说今天你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偶然的 对不对 你可能就看到了一个AFI的flyer 然后你就来听了 但you never know maybe a few years later you said I am so glad I attended that webinar 这些就是你在准备 因为你想继续学习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要不然机会来了你也抓不住 因为you are not ready 那我们现在来回答Pam的问题 Pam你可以unmute 你好 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 谢谢你们 听了以后很有意思 也很受益 我实际上其实有两个问题 但是呢是一个核心 就刚才你讲了 就是说你在整个career 还有就是有这种coaching的这种机会 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 是什么对你就是帮助最大呢 是说是你有意识的自己 在一些personal的development 还有一些mentor 就是在这个这些准备的过程中 你觉得是什么对你来说 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而且我刚才听到 Hope是说他是参加了一个leadership的 一个seminar跟同事 然后发现了自己在这个coaching 这方面的一些天赋吧 或是机会 就说你转成做coaching 包括Hope 你们两个吧 就说对这个coaching呢 就是好像对你的这个career 还有一个人生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和改变 对你来说是challenge呢 还是说你就找到了一个 就是说当时的那种决定 是认为是说在你这个人生中 更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的challenge 机会和和这种 你没有意思啊 就是更大的challenge呢 还是说一个更大的机会 能跟你的personality 或者你的知识啊 你的准备更相符 对我想了解一下你这种 这种转变或这种心情是怎样的 嗯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 对因为有的时候是机会和挑战并存的 嗯 嗯 嗯 其实那个Hope提到的就是跟我去coaching school的事情 不是那个coaching school就叫这个 这个life training 所以他说的是你 是你 然后我想说就是说 Hope刚刚提到过我想再再repeat一下 我们都在寻找 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知道what does it look like 所以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 当这个信息被present了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哇 how excited that's exactly what we wanted to do at least for me 当我这个朋友跟我解释了coaching的时候 我就我就觉得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去网 去网上就开始读coaching 做coaching school的research 我好像很快就make了一个decision 我很想去个coaching school 但是到底去哪一个 这些就是后来的research 然后怎么去选择 嗯 所以对你来说 其实还回到Hope的这个comment 如果这个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那对于这种职业和对我们两个这个coaching的选择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能够帮助更多人 能make一个difference的这种契机跟方式 嗯 那你后来就是说你们后来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是说参加了一个coaching school 然后后来自己创业这样 嗯 就是说挑战 嗯 有很大吗 就是说你怎么样克服这些挑战或是 嗯 挑战肯定有呀 嗯 一开始的时候想 哎 pandemic就开始了 我们很想帮助别人 嗯 但是就说哎 那我们能帮助谁呀 怎么才能找到需要帮助的人呀 所以你看我们在寻找 后来就说这都是blessing啊 后来就跟NFI就开始合作了 所以在你有这个意向 你要寻找的时候 那这个机会出现了 它才是一个机会 这又回到刚才说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因为当时Angeline这个我们的发起人 她在寻找这方面的职场的导师 而我和Joy准备好了 否则的话不会发生的 嗯 这个又回到刚才那个 好 那我们回答下来一个下面一个问题 老板比较弱势 没法在career development上 有太大帮助 需要换组吗 哈哈 我提了 提问了呀 老板弱势那岂不显着 你很能干吗 这是事实 在我 我不能说什么 哪一段啊 在我 在我职场的一段经历中 就是说 有一段时间 这个老板对我做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特别 清楚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看这一面的话 那可能这个老板就比较弱势 而且他也不是特别爱出头 但是呢 那虽然我是他的下属 但是我就变成了 这个方神的代言人 每个人就直接就找我 当然我也会跟他汇报一些重要的事情啊 但是就每个人都知道 这东西就找我 只能找我去解决 后来呢 因为不同的原因 这个老板就目望了 这个职位一post出来的时候 别人就觉得 那只有Joy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这就是perspective 你以什么样的perspective来看待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好 那他可能就有千般的好 你觉得他不好 他可能就千般的不好 我也不是说反对你去换组 对吧 就是这些决定都是你自己要去做的 因为我们不是在你 我不知道你生活的具体的情况 但是要看 要是要看情况 要看你的situation 如果别的人可以看到你的能力 那我想你上演的机会应该有很多 对这个就是 如果真正的coaching的话 Joy和我会问很多的问题 这个决定最后你会去做 而不是我们帮你做 因为每个situation都是不一样的 我也有过相同的情况 我也去最后去lead 但最后我还是离开了 因为我已经学不到东西了 我没必要再待在那里了 因为我的那个老板 他又不离开 那Joy那个他离开了 可我的原来那个老板 他没有离开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situation 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there is no one size fits all 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你的value 如果你学了这个group coaching 这些principle 当你make decision的时候 你知道你是做了一个 什么样的decision 其实我们不是说不能做decision 而是说经常会做完decision 前怕狼 后怕虎 然后做完了decision 回头又去后悔 对吧 有些甚至后悔很多年 这些是我们希望通过group coaching coaching能够帮你 最好是minimize or reduce or eliminate 我很想再多说几句 因为我觉得这么晚了 Chris先要跟姚校长道歉 我们今天严重脱舍 但是我确实很想再提一个 这个希望还有给在线的一百多人 一个额外的bonus吧 我们说到career development 你的老板对你不负责任的 老板不对你的career development负责 career development是你自己的事情 老板最多最多能做到support你 然后能为你添砖加瓦 能为你加力 这已经是好老板了 OK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有一个3S model 说到career development有个叫3S model 它这个叫Catherine last name我不记得了 但你们可以去测试一下 3S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spark 作为我们个体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意愿 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行动 做好有准备 刚刚今天晚上就一直在说 你要自己有所准备 你的career development 你想develop什么 你想develop到什么程度 哪个area 你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去交往 学习找mentor 找一些leadership program 这些是都on you的 not on your boss 如果你的boss知道信息跟你分享 那他是好老板 他知道信息了忘了跟你分享 那他那么多事情 你也不能blame他 第二才是你的老板去support你 就说你说我很想做这个leader 然后你老板说好啊好啊 那你想做什么样的leader 这个老板愿意倾听你 然后愿意给你出一些主意 做这个support 这个第二个S 那你是遇到好老板了 那顶不计他就说 ok good luck 对吧 他没有阻止你 那我觉得阻止你发展 那是不好的老板 但如果他没有阻止你 那他没有做到enough的support 那你还可以rely on你的不同的这个support network 你的mentor 很多时候mentor很重要 很多不同的这个connection 或者还有人叫personal board directors 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名词 但是问就是说集中在你的career你要负责的 Hope以前也讲过 你是你career的CEO 你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你老板上 这个不是对那个对提问题的这个人啊 我只是说借着这个机会正好分享一下 第三个呢比较重要也是就是叫structure 你想成长 你想发展 你老板也support 但是公司没有任何的资源 都没有这个support structure 没有任何的track 你可以follow 但是呢 现在大部分有点规模的公司 甚至是你公司没有 我觉得在外面 比方说在这里 我们也在给你提供一些support 一些structure 对吧 所以呢 这些这个structure start with first as spark 是你自己的 所以不要这个这个责任 不能放在别人身上 放在自己身上 第二呢 找到support的老板 如果老板不能给你足够的support呢 那你找老板的老板 老板的colleague 老板的这个peer 甚至是你的mentor 甚至是外面的 我跟hope 我们就coach很多人 那第三个才是一个structure 找到一个很好的structure AFI就有很多的这种资源 然后AFI里面也有很多 像我们提供的课 还有别的人也在 再做一些 所以呢 我就多啰嗦几遍 就是说希望这个mindset 能对大家很有用处 我很感激啊 我说之前132 说完还132 这些额外的一个comments 就是这个mindset太重要了 我经常听到别人说 我老板这么不这样做 我公司不给这个 一定要take responsibility 我们的development 是start with us 然后我还可以说 就是说我去coaching school 其实coaching school 不蛮贵的 但是我在跟我老板 提前plan了几个月 然后我们figure out 一个way 然后怎么能够用 education assistance 然后怎么能够 spread out 所以我的coaching school的钱 是我老板 approve的公司通过 education assistant 来付的 那这些我不是在brag 而是说很多事情 你要去plan 你要去take active action 那我老板的supporter 就是说 我也把所有的事情 都弄进去 click button 说yes 但是所有之前的这个事情 都要我自己去做 我自己去figure out 我要去做 到底是怎么弄 因为他也不知道 所以呢 我现在要打住了 我就加一句 10点46了 我非常不幸的需要自己 去付那个tuation 就像joy说的非常之贵 但是这是我对我自己的 最好的投资 最好的投资 这个巴菲特说 你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你自己 对吧 今天你们来投资时间 如果你们参加group coaching的话 你也是在投资你自己 当你投资你自己的时候 you're going to have a future 我觉得我们应该打住了 因为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 Chris 你觉得怎么样 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可能没有回答 如果有机会 就下次或者到群里去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那个 Vtide的group的 给大家share一下 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 咱们两个也把Vtide的放在这 如果大家想要 也可以 对 也可以 如果你们去我们的网站的话 你会看到 我们好多学员和alumni 在在那个feedback里就说参加这个课程 是他们最好的投资 所以提到这个 投资 您我觉得要不然您两位分享一下那个 微信的 我把我的放在这儿了 我查一下应该是对的 OK OK 我也把我的搁上去了 嗯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晚安了 如果有中国的朋友 那就祝你们一天愉快 感谢Linda一直陪伴 感谢你Chris 谢谢两位老师 感谢大家 我们还会有七八月份的webinar 继续关注AFI 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的活动 和这个信息分享 好 大家再见 谢谢你们的问题和参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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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姚校长 感谢 拜拜 拜拜